你已经知道在输电模型中 电压的关系是这样的 这一个视频咱们继续来研究 输电模型中的功率问题 假设发电厂输入到导线的电压为U 电流为I 那么导线的输入功率就是P等于UI 由于有电阻R的存在 所以导线上损耗的热功率PR 可以用这个设置来表示 所以用户获得的功率P用户 应该等于发电厂发出的 减去在导线上损耗的功率 电压型就是这样 这个P用户有时也叫做 导线或电网的输出功率 有了这三个式子 咱们就可以来分析 如何减小输电过程中的功率损耗了 根据损耗功率的这个式子 要减小损耗功率 就要减小输电电流I 或者导线电阻R 关于如何减小导线电阻 初中生都知道 咱就不说了 来看看如何减小输电电流I 这个损耗功率 跟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假设导线中的电流 原来是10A 损耗功率是这么多 如果电流减小到1A 损耗功率就变为这么多 你看 电流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损耗功率就变为原来的一百分之一 看来通过减小电流的办法 来降低损耗 效果非常明显啊 不过根据P等于UI 如果输入到导线的电压U不变 单纯的减小电流I 就会造成导线传输的功率P也减小 也就是电网输送电能的能力下降了 这肯定不行 要是能有办法 在保持电网的输送功率P不变的前提下 尽量降低电流I就好了 怎么办呢 哈 你一定想到了 只要在降低电流I的同时 提高电压U 不就可以保持功率P不变了吗 具体来说 将电压U提高为原来的N倍 电流I降低为原来的N分之一 这样传输功率P不变 而损耗功率变为原来的N分之一 完美 在实际生活中 远距离传输电能时 一般都采用超高压输电 输电电压高达几十万V 根本目的就是 在保证传输功率的前提下 降低导线损耗 讲到这里 顺便帮你补充一个常识 由于高压电线上的电压太高 已经可以击穿几厘米厚的塑料或者橡胶 因此高压线都没有绝缘表P 都是裸线 导线和电视为零的大力之间 有很大的电视差 如果人站在地面上触摸高压线 瞬间就会有巨大的电流通过人体 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你在身后中看到高压线时 如果不想变成焦炭 一定要躲远点 在高压输电中 还要知道输电效率Atom 它是指用户获得的功率 与发电厂提供的功率之比 把P用和P的表达式带进去 是这个样子 再化减一下 得到这个式子 发现没 分子上的U-IR是用户获得的电压 而FAMU是发电厂提供的电压 所以输电效率At 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为师还要提醒你一点 在解题的时候 有的同学总喜欢用这个式子 来算导线上消耗的功率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式子表示 导线上的电压U 全部用来在导线的电阻R上发热了 而实际上根据这个式子 在电阻R上发热的电压UR 应该是U和U用户之差 或者用Ohm定律UR等于IR的计算 一定要注意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 咱们讲了输电模型中的功率问题 重点就是这四个式子 另外还要知道 为了保证传输功率 是采用提高电压 降低电流的办法 减少输电线上的热损耗的 知识先讲这么多 现在你速速刷题去吧 感谢观看